剛剛都會錄製啦 所以回去的話 順便可以玩玩看這個 然後裡面的話錄下來 它聚集這邊就有了 比如說要錄一個直條圖 你會發現它就跑出來了 有沒有 然後我要執行一個圓形圖 這邊就有一個圓形圖 只是說可能程式還要把它優化一下 左邊右邊就出來了 至於它裡面的程式在哪裡 你可以從工具裡面的這個什麼 叫做指令碼編輯器 就跟那個VBA裡面的叫VBA 點擊它就跳出你寫出來的程式在這裡 然後它叫Function 我們那個叫Sub 它叫Function 然後裡面的話 它其實也是 一個叫什麼 也是Shits 不過它名稱叫做 這個叫 就換一個名稱而已 實際上差不多的東西 它叫Range 它叫GetRange 有沒有 底下的大致上 也是可以用類似的方法去做修改 你會發現很快就可以換個環境 也可以run出我們要的結果 這個第一個啦 所以回去的話 有興趣的同學 不妨可以再延伸出去 那什麼時候會用到不知道 反正你就先準備好 OK 所以甚至我下一個這樣也許可以把我以前教過VBA所有的範例 通通改成叫Google的AppSquare版本 OK 倒也沒有不可以 只是說怎麼寫的精簡 我發現它錄下來的東西還是一堆 可能不需要的東西 看能不能讓它跑得更流暢 第二個就是說下個禮拜的話 也許我們再 舉另外例子吧 像這個案例是 這個叫複合圖 等於是說它不是只有 比如說我降雨量跟氣溫 要在同一張表上面 呈現出來 那你會發現 這邊的左邊 這個就是氣溫部分 右邊的話 跟這樣 這個是降雨量部分 右邊的軸的話 是那個氣溫的部分 如果要在同一張表上面呈現的話 這個該怎麼做 底下當然我有講過啦 甚至我有拿那個之前那個在 TQC的TQ Plus上面的證照考試 不過它是考Python 如果我用VBA來做能不能做出一樣的東西 我後來發現是真的可以 有沒有很困難 不會 其實我們剛剛做的 所以回去有時間的話 H你也可以試做看看 像還有折線圖 折線圖怎麼做 另外的話像這個 怎麼做 底下我有放一些程式啦 你也可以把它拿來參考一下 甚至呢 它的403 剛好考的跟我們剛剛做的很像 左邊是直條圖 右邊是圓柄圖 OK 把它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後來發現 不是做一樣的事情嗎 只是換不同環境而已 而且這個做完還比較麻煩 它做完可以把它存成一個圖檔 但最後我如果要拿來用 我還是要匯入到eSale 那搞不如我剛才直接在eSale做就好了 所以Python目前看起來 沒有特別的優勢 它只有一個優勢 就是不用錢而已 OK 目前看起來 不用錢就已經很厲害了 不用錢 OK 好 那今天的話 也許我們就先講到這樣 回去的話 請各位 再多多練習 那個 就是我剛講的部分 延伸性其實還蠻大的 主要就是說因為現在市場上真的還 我看很多人 很想學的跟這個圖像化有關係 大量的圖像化 所以要怎麼樣 可以在任何地方 我想要馬上把一個數據 大數據分析 的結果報表 快速的把它圖像化 讓人家一目了然 變成一個儀表板 有沒有 很快 這樣的話 其實解決方案 看起來好像 目前看起來最簡單 好像就是 直接 用手邊有的 VBA來做 好像是最簡單的 那下一次的話 會再把圖做複雜 另外的話 如果要畫在別的工作表 比如說 自動切到另外的工作表 把所有的圖 幫我按照我要放的 順序 一個一個 矩陣的排列的話 有沒有辦法 可以啦 後面其實也都會提到 所以回去請各位 花一點時間再練習看看 OK 那今天就先到這裡